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总裁老公为掩盖和白月光的地下情,答应和门当户对的我商业联姻,大婚前夜无意听到他和兄弟谈话,第二天典礼我这样做,轰动全程。 总与傅之恒婚礼的前几天,我才知道他心里有个白月光。 他离异带娃,不被傅家所接受,所以他随便娶了我。 不是他,跟谁结婚都一样。 等一生下孩子,我就提离婚。 到时候我也二婚带娃,他们总没话说了。 我不动声色,转身离开,缺席了和他的婚礼,留下一段分手,VCR,让闺蜜带我在婚礼现场当众播放。 听说不可一世的傅大少,开出了天价悬赏,只为寻回他的新娘。 婚礼前几天,傅之恒的朋友们回来参加他的婚礼。 我去找他商议婚礼细节时,无意中听到了他与他朋友们的谈话。 之恒,还以为你一定要应到宋威呢?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想通了。 你老实说说,现在真的放下他了。 傅之恒深吸了一口烟,悠悠地吐了烟圈,眼中露出一抹伤感。 怎么可能放下?爱了十几年的人,哪可能放得下? 他就像烙在我心口一样,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 我的血液突然凝固了,未婚夫有个爱了十几年还放不下的白月光。 这种狗血桥段竟然发生在我身上,一时五味杂陈, 看着傅之恒落寞的眼神,我不知道该心疼他还是心疼我自己。 他们的闲聊还在继续。 哎,你和宋威的感情也真是坎坷,每次都是错过,天意弄人啊。 一个朋友叹息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想开点, 大部分人都是跟不爱的人结婚,日子吗?还是要过的。 不过,你那未婚妻我看了,家是长相没得挑,你娶他倒是不亏。 傅之恒身子慵懒地靠在椅子上,朝说话的人扫了一眼, 你们也满意是不是?又点了点头,也对,我家里也满意。 反正大家都满意,除了我。 对于我来说,不是巍巍,娶谁都一样。 等一生下孩子,我就提离婚。 他们不是嫌弃,巍巍离异带娃配不上我。 到时候,我也是二婚带娃,他们总没话说了。 说完他又猛地抽了一口烟,将剩下的烟蒂用力摁在烟灰缸里。 我就不信,到那个时候,他们还能阻止我们在一起。 傅之恒说得理所应当,脸上没有私事对于我的救, 只有对宋威的执着和深情听到傅之恒的这些话, 我突然觉得心脏被针尖扎了一般,痛得我失了力气,只能靠在墙上。 我浑身冰凉,原来,我以为的幸福竟然只是他精心编制的套。 我与傅之恒相亲认识,那时候我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他的长相是我喜欢的那款,两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匹配, 双方父母也特别满意,很快确定了关系。 我们正式交往了不到半年,他就急切地表示想要结婚。 他说觉得我很漂亮,很优秀,怕被别人抢走, 想迫不及待将我娶回家我确实喜欢他, 以为他跟我一样,就答应了他的求婚。 我们一起选婚房,一起装修, 婚房每一处空间的设计,都是我亲力亲为。 我无数次憧憬以后我们一起度过的三餐四季。 就在上个月,我们还一起拍了甜蜜的婚纱照。 就在昨天,照片出来了,他迫不及待地在他的办公室内摆上了我们的合照, 他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那样完美。 我以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是两人携手一起奔向幸福, 现在他的话给了我一记大耳光。 我心疼得要命,全身止不住地颤抖,差点哭出声来。 他其中一个朋友叹了一口气, 说实在的,你现在这未婚妻,挺无辜的。 就是,人家也没做错什么, 你这么做不觉得过分, 另一个朋友看不过去, 替我说话,过分, 傅之横的嘴角露出一抹讽刺的笑。 他端起酒杯,尝了一口, 猛地放下, 那也是他的命, 是他活该, 他带着浓浓的恨意, 我不明白哪里得罪过他, 我只不过是和他相了个亲, 被他家里看上了, 又恰好我也对他有好感, 这在他眼中就成了罪大恶极的人。 听到他这番话, 我又难过又愤怒, 紧紧握住拳头, 指甲掐进肉里都浑然未绝。 他将所有的错都推到我身上, 仿佛他所有的不开心都是我造成似的, 可我又何其无辜? 知横, 话不要说得太绝, 说不定到时候你还真爱上他, 舍不得离开呢。 就他, 傅之横嘴角弯起一抹讽刺的弧度, 语气坚定, 除了巍巍, 我不会爱上任何女人。 更何况, 他在我眼里, 跟个木偶没多大区别。 傅之横将腿架到了身前的茶几上, 身子懒得靠着椅子, 脸上尽是烦躁, 算了, 不说他了。 说完, 他的手机响了一声, 他拿了起来, 眉毛舒展开来, 威威也要回国参加我的婚礼, 明天的飞机。 你就不怕你未婚妻知道你俩的关系, 万一他不会知道的, 我一直瞒得很好, 他从来就没怀疑过我。 威威说还没见过我当新郎的样子, 他不想错过我人生中的每个重要时刻。 哟, 那不错, 我也好久没见他了, 他这次要待多久? 他说看情况, 说不定就留下不走了。 好啊, 之衡, 一结婚就要想其人之福。 我这部也是没办法, 要是可以, 我只想和威威从少年到白头, 可是命运弄人。 什么其人之福, 别的女人,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原来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那为什么又伪装得那么好呢? 要是到时候甩不掉简明月, 不愿离婚怎么办? 不愿离婚, 傅之恒挑了挑眉, 露出一个讽刺的笑容, 薄唇清起, 说出的话却令我如坠冰窖。 我有的是办法让她离婚。 简明月对家人和朋友都很看重, 我随便拿捏他们一个, 她就会乖乖就范。 她的语气冷漠又笃定, 在她心里, 可能已经演练过千百遍, 如何对付我拿捏我。 不过, 你们得替我保密, 不要露出马脚, 我不想连累微微, 让她明受损。 我双腿发软, 全身抖个不停,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怎么也止不住。 我恨不得冲进去撕了它, 可仅存的一点理智告诉我, 不要冲动。 我靠在墙上缓了很久, 心里拿定主意后, 擦干眼泪, 转身离开。 回到家里, 我马上查了机票, 定好了婚礼当天 去国外的机票和酒店。 做完这一切后, 摊在沙发上, 回想起我们认识以来的点点滴滴, 竟然全是甜蜜它冷漠又金贵, 唯独对我体贴又温柔。 我无数次跟朋友们庆幸, 竟然在相亲中找到了真爱。 我的社交平台上, 晒的都是我们的交往日常, 看着过去的文字, 如今只觉得讽刺。 因为昨天刚刚将婚纱照 发到社交平台, 我的主页涌入大量访客, 在一众祝福声中, 有一条评论比较意味深长, 哈哈, 南方一副被迫营业的表情。 评论的是个名叫 威风等你的人。 有看不过去的网友对他, 你这人见不得别人幸福是吧? 明明人家很恩爱。 威风等你回复网友, 等待时间来验证一切。 这个账号有点印象, 之前也评论过我的博文和视频好几次, 语气有点阴阳怪气, 当时没有多想, 因为在网上, 什么人都可能遇到, 只要不过分, 我也不想上纲上线。 看着他笃定的语气以及IP地址, 我心中隐约有了猜想。 点开他的主页, 他发的博文并不多, 只有寥寥三四条, 但是其中有一张照片, 是一个男人抱着小孩在游乐场的背影, 标题, 父子。 小孩趴在男人的肩上笑容灿烂, 只一眼我就认出来, 这就是傅之恒。 评论中有人夸他们, 虽然只是背影, 但身材特别好的样子, 这么有形又带娃的男人, 真不多了。 他也默认了, 谢谢, 他一直是个好爸爸。 这条博文的时间是一年前, 我突然想起, 一年前, 傅之恒曾出国了一周, 当时他说是去看一个生意机会, 我向来给足了他空间, 所以没有过多追问, 他回来之后就正式跟我提了结婚的事, 他说在国外的每一天都在想我, 他迫不及待想娶我回家, 我信以为真。 现在想来, 只不过是他俩一起商量好了, 让我当他们的垫脚石。 他主页上最新的一条博文, 发的是即将回国, 并又上了飞机票, 好久没回去了, 想念国内的他, 好期待。 我也很期待呢, 想必傅之恒也很期待的。 我倒是要看看, 当他发现自己手中的猎物, 突然反过来算计他时, 是什么感受, 希望接下来我的大礼。 他们能受得住, 我如往常一样, 发了张秀恩爱的博文, 期待, 我们一定会走向幸福的。 又配了一张靠在傅之恒怀里的照片, 看上去男剧女俏, 十分亮眼, 这张照片一发出, 相识的朋友纷纷来祝贺, 我们小月一定是最幸福的新娘了, 小月和之恒真是绝配呢, 恭喜恭喜了,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就看到了微风等你的评价, 结婚就一定幸福了, 那为什么离婚的人那么多, 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她的不甘心, 她不甘心, 心里不舒服就对了。 我没有回应她, 跳过她, 回复了朋友们的祝福, 谢谢, 结婚当天, 一定要来捧场啊。 希希, 我一定是最美的新娘。 刷着手机, 傅之恒回来了, 带了一身烟酒气, 像是喝多了, 见我没理她, 她脱下外套走过来抱我。 月儿, 我们要结婚了, 我真开心。 不得不说, 她不去当演员, 真是可惜了。 她看向我的目光很是深情, 黑眸中恋恋流动着星光, 让人无法抗拒, 沉溺在她的温柔的眼神里, 如果不是听到 今天她和她哥们的谈话, 我一定以为 她是真的因为应到我而开心。 我收回目光, 朝她挤出一个笑容, 我也是。 比演技嘛, 我也会的。 她慢慢俯身过来亲我, 我伸出手掌, 挡住她的唇, 一身味道, 难闻死了。 她缓缓低头绣了绣衣服, 拽着我的手, 声音带着委屈, 就一点点而已, 你嫌弃我了。 她在我面前, 喜欢示弱, 平时温顺地像奶狗, 与众人口中那个冷漠的霸道总裁, 完全不一样。 我一直以为 自己是她的偏爱。 我从她手中抽回我的手, 一把推开她, 先去洗洗吧。 她叹了一口气, 摇摇晃晃起身, 既然你不喜欢, 那我去洗就是了。 她走了两步转过身来, 正色道, 对了, 明天我有个朋友 从美国回来, 特意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要去给她接风洗尘。 我不动声色, 看着手机, 连头都没抬一下, 去呗。 她是个女生, 到时候要陪她逛逛, 可能要花点时间。 她接着解释道, 我缓缓抬起头, 她正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 我露出一个微笑, 知道了, 你们老朋友难得 回来一次, 你们多句句也是应该的。 见我没有丝毫异样, 她神色松懈了下来, 我老婆就是大度, 爱你。 我眉眼弯弯, 那当然。 第二天, 傅之恒一大早就起床穿戴整齐, 说是太兴奋了, 睡不着。 她问我要不要随她一起去接朋友, 我忍着恶心, 我忍着恶心, 摇了摇头, 他们都说婚礼当天很忙很累, 今天我要好好休息, 养精蓄锐, 准备明天做新娘。 她走后, 我迅速收拾了一个行李箱, 将相关证件和个人贵重物品都收了起来, 其他的我的个人物品, 我都打好包, 叫了跑腿, 送到了闺蜜陈欢家。 做完这一切, 我拨通了傅之恒死对头顾南亭的手机号。 简明月, 找我有事, 你不是对承南那快递感兴趣吗? 有兴趣的话, 下午三点, 我们见个面吧, 在你的地盘上。 承南有快递在招标, 傅之恒和顾南亭都想要, 曾经听傅之恒说过, 这快递对他公司非常重要, 他志在必得。 下午三点, 某会所包间, 顾南亭如约而至, 满脸狐疑, 简明月, 你和傅之恒要结婚了, 来找我干什么, 你和他在要什么花招, 我可不会上当。 可你还是来了。 顾南亭, 我赶时间, 就开门见山, 我可以提供你想要的资料, 但我需要你帮我一把, 明天一大早, 你想逃婚, 听我说明来意, 他眯着眼打亮着我。 对, 可以知道为什么吗? 你认识宋威吗? 他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连你都知道, 看来只有我不知道。 我苦笑一声, 原来自始至终, 所有人都知道, 唯独我不知道, 像个傻子一般。 他打亮了我一会儿, 吐了一口烟圈, 悠悠开口, 我信你一回, 那就先把明天的路线计划一遍吧。 一个小时后, 我递给他一份资料, 他送我出门, 见小姐, 希望这次合作愉快, 傅之恒自从早上出门后, 就没再联系我。 我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洋庄问他朋友安排妥当了没有, 直到晚上他才回复我, 还在外面, 陪他逛逛, 他好久没回来, 对什么都好奇。 老婆, 我想你了, 真想马上见到你。 早点回, 路上开车小心点, 明天一大早还要来接亲呢。 发这条信息时, 我的手在抖, 手机都快拿不住, 因为我看到了他正在开门, 宋威从身后抱住了他, 他在回我消息时, 还不忘和人亲热。 我们的婚房是一座大别墅, 为了安全, 是装了监控的, 他也知道, 但是他还是将宋威带回来了, 他知道我从未怀疑过他, 所以他肆无忌惮地直接将他带回我们的婚房。 手机切回监控的监控视频中, 他和宋威正在接吻, 甚至旁边还有个孩子。 尽管早就做足了心理准备, 可是看到他们拥抱在一起时, 我胸口还是疼得要命我按住心口, 蜷缩在床上, 死死盯着监控, 大颗大颗的眼泪无声地滴了下来。 他们拥着从门口到沙发, 吻得难舍难分, 我只觉得一阵炫韵恶心, 胃里翻江倒海, 跑到卫生间疯狂呕吐起来, 直到最后, 吐的都是胆汁, 口腔里只剩苦涩, 我才停止。 简单洗漱了一下, 重新返回房间, 录了一段VCR, 将傅之恒和宋威的亲热镜头 也一同捡了进去第二天一大早, 傅之恒顶着黑眼来接亲。 陈欢是我的伴娘, 他看着傅之恒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开玩笑道, 之恒, 你一大早这么念, 昨晚是干坏事去了, 还是兴奋地没睡着, 昨晚一直想着迎亲的事, 满脑子都想着即将结婚的场景, 哪里还睡得着觉, 他揉了揉太阳六, 强打精神, 面色自然, 看不出丝毫的心虚。 也对, 毕竟陪我演了一年多了, 演技如今已是炉火纯青。 老婆, 我真高兴, 你终于是我的新娘了, 她在我面前跪下来, 捧着我的脚, 身情款款, 亲手为我穿上婚鞋, 现场的亲友都在夸我们的恩爱, 都在羡慕我们的神仙爱情。 月月是嫁对人了, 看父总多体贴, 知恒这孩子, 一向都宠月月。 月月, 快教教大家, 怎么拿下一个霸总, 在知恒起身拉过我的手, 我对月月一见钟情, 这是缘分, 你们羡慕不来的。 我脸上样着笑容, 心里一片死寂, 我和陈欢都没拆穿她, 安静地看着她表演, 并竭力配合, 我也很高兴, 知恒, 能嫁给你真是我的福气。 在众人的祝福声中, 我随她上了婚车, 在婚车上, 我还是忍不住开口问她, 傅知恒, 你是真心想娶我吗? 她的眼神闪躲了一下, 很快调整过来, 迎上我的目光, 坚定地对我说, 月月, 当然, 你是我一眼就想娶的女孩。 我心里冷笑一声, 呵呵, 是一眼就相中的垫脚石吧, 我原本还想给她最后一个机会, 如果她有悔意, 我也就收手, 顾南亭那边, 我只给了一半的资料关键数据, 在另一半上。 可是, 我从她的眼神里, 仍然只看到了欺骗, 月月,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怎么突然觉得有点恐慌, 星空落落的。 傅知恒摸了一下胸口, 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拍了拍她的手, 可能是你没休息好。 一上午, 我全程非常配合地走着流程, 在酒店和她一起迎接宾客时, 宋威一身洁白长裙, 奉着她儿子来了。 你好, 我是宋威, 与阿恒是多年的朋友, 你们要结婚这么忙碌, 昨天我还让她陪了我一整天, 你不会生气吧? 看似道歉, 实则在炫耀, 我扫过她脖子上的吻痕, 轻笑一声, 怎么会呢? 我从来不限制她的行踪, 别说是你这个老朋友回来了, 就是一条狗, 我高低也得让知恒带出去溜两圈。 我不主动恶心人, 只能说我太有素质, 不代表我不会。 我的话音刚落, 只见宋威脸上的笑意逐渐凝固, 一时不知所措, 求助般地看向了傅知恒傅知恒, 也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毕竟一直以来, 我给她的印象都是知书达理, 温柔大方, 从未口出恶言。 陈欢接过话茬, 笑声爽朗, 就是傅知恒, 听说你闲得慌, 下次帮我去遛遛我家狗子, 要不然老拆家。 好好。 傅知恒不想今天闹得难看, 脸色像吃屎一样, 还是点头硬了下来, 然后一把拦住我的腰, 在我耳边轻声问道, 老婆, 你今天怎么了? 没什么, 我是在表达我的热情, 人狗一视同仁。 我面带微笑, 没有露出一丝不愉快, 傅知恒盛着眉头打亮着我, 一时也分辨不出 我是不是在生气, 宋威悠悠叹了一口气, 知恒, 我就知道, 昨天让你陪我一天, 见小姐不高兴。 咋的, 让人家新郎在婚前陪了你一整天, 还得上赶着跟新娘炫耀是不是, 晨欢看不过去, 直接对了回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好久没回来了, 不熟悉, 我和知恒从小就认识, 我没想那么多。 他努力辩解, 看上去楚楚可怜。 现在信息这么发达, 宋女士去了国外两年, 国内的Dub都不会用了, 晨欢是女汉子, 最见不得宋威这种人。 请进吧, 后面还有宾客。 我这个时候不想与他争辩, 万一耽误了时间, 得不偿失。 爸爸, 他是谁? 宋威尔子刚才被酒店门口的气球装饰吸引了, 玩够了才跟上来, 见到傅之恒揽着我, 他立马变了脸色, 指着我朝傅之恒大声问道, 众人的目光惊愕地看向我们, 宋威漫不经心地朝我笑了笑, 阿恒太宠亮亮了, 他们感情很好, 亮亮也叫惯了, 你不要介意。 他说得很是轻巧, 似乎我只有接受这一个选项。 月月, 亮亮很可爱, 以前我经常带他, 你不要跟小孩子计较。 傅之恒劝了我一句, 上前一把抱起亮亮。 亮亮, 想爸爸了没? 想, 爸爸, 你不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妈妈说她是坏女人, 亮亮指着我, 撅着嘴。 好, 听亮亮的, 不过呢, 今天我们是在做游戏, 所以今天还要在一起的, 亮亮不许生气哦。 傅之恒哄着小孩, 一脸宠溺, 不小心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不行, 妈妈说了, 抢爸爸的, 都是坏女人, 月月, 你别生气, 她还是孩子, 同言无忌。 傅之恒面色有点心虚, 我睁大眼睛, 面露疑惑, 亮亮叫你爸爸, 难道她实际上没有爸爸吗? 宋小姐, 亮亮她亲生父亲呢? 陈欢也捂着嘴, 笑得乐不可知, 就是, 孩子应该不是傅之恒的吧? 看着也不像啊。 呵呵, 也真是奇怪, 别人家没教养的小孩, 最多也只是随地大小便, 你家却随地认爹呀, 真是长见识了。 陈欢, 你闭嘴, 傅之恒的脸色沉了下来, 陈欢当然不吃她这一套。 哟, 这么爱喜当爹呀, 难道是你自己生不出来? 我那未来准婆婆健壮走了过来, 给了宋威一记眼刀, 在傅之恒耳边耳语了几句, 她面色缓和了一些, 朝着魏威说道, 魏威, 你先带亮亮入座去吧。 伴郎团中有几个认识宋威的, 走过来招呼宋威他们进去之后, 傅之恒又盲哄我, 月月, 亮亮确实不是我的孩子, 当初宋威, 我知道, 看着确实一点都不像。 她和宋威的事, 我已调查清楚, 懒得再听她解释, 打断了她的话, 这场闹剧总算平复下来。 富家财力雄厚, 来的宾客非富即贵, 几乎本事叫得上名号的人都来了, 就连顾南亭也来了, 看到她时, 傅之恒还有点意外, 顾南亭, 你来干什么, 顾南亭似笑非笑, 当然是来祝贺你新婚大喜啊。 傅之恒挡在她身前, 请回吧, 这里不欢迎你。 则, 你一个大男人也太小气了吧, 我好心来给你送祝福, 你却这样对我。 顾南亭不以为意, 脸上始终带着笑, 朝我扫了一眼, 这就是新娘啊, 好漂亮。 说着拿出手机, 凑到我面前, 小姐姐加个微信怎么样? 啊, 傅之恒黑了脸, 一把挡在我身前, 朝着顾南亭赤道, 滚, 离我老婆远点嘖嘖, 我只是看着嫂夫人面上, 想交个朋友而已, 你这么大反应干嘛? 顾南亭摇摇头, 叹息道, 然后朝她助理招招手, 她助理给我奉上一个盒子, 盒子打开是一套钻石首饰, 来得仓促, 里面有点小玩意, 给嫂夫人玩玩, 他们俩积怨已久, 见顾南亭故意对我的示好, 傅之恒再也控制不住, 我老婆喜欢什么, 我自己会给她买, 顾南亭, 我怎么发现, 不管什么东西, 你都要跟我抢, 非要来恶心我一把, 这是我给嫂夫人的初次见面礼, 你这么激动干嘛, 顾南亭神情无辜, 这首饰好漂亮, 那我先替月月收起来, 陈欢喜滋滋接过助理手中的首饰盒子, 傅之恒眼中都快喷出火来, 来者都是客, 阿恒, 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 不要板着脸, 我那准未来婆婆脸上堆着笑走了过来, 推了一把傅之恒, 朝顾南亭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南亭今天也来了, 欢迎欢迎, 快去里面坐, 顾南亭笑得和煦, 递出一个红包, 阿姨好,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恭喜之恒应了个好老婆, 然后无视傅之恒吃人的目光, 大摇大摆, 朝宴会听走过去, 一直到十一点半, 宾客全部到齐, 我才得以喘口气, 陈欢扶着我去房间内换纱, 流程表上, 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我脱下迎宾服和高跟鞋, 换上了休闲装, 头上戴上一顶鸭舌帽, 我的婚纱和头花都早已套在房内的假人模特身上, 模特背对着门, 从身后乍一看, 像真人一样, 傅之恒不是说我就像木偶吗, 那就让他取木偶好了, 收拾完东西, 我从手包里掏出一个U盘, 递给陈欢, 接下来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我已经快忍不住了, 今天定要撕破这对渣男贱女的嘴脸, 陈欢拍拍胸口跟我保证道, 说完他打开门, 朝外面看了看, 外面没人, 我将冒眼往下压了压, 遮住了半边脸, 走出了门, 朝楼梯间走去, 酒店的地下车库, 顾南亭的助理小刘开着一辆库里男, 已经等在那里了, 简小姐, 请上车, 您的行李箱, 我早就拿过来了, 现在就送你去, 好, 那就多谢了, 车了缓缓启动, 驶出车库, 婚礼已正式开始, 司仪的声音在外面也能清楚地听见, 他们正在生情并茂地念着开场台词, 说来可笑, 这些台词还都是我写的, 我构思了无数个日夜, 修修改改, 每一个字都斟酌好几遍, 力求完美, 这场婚礼, 我整整筹备了一年, 原本以为这将是我们爱的序章, 没想到却成了烂尾的结局, 谢谢你啊傅之恒, 赠我一场空欢喜, 现在我也不要你了, 接下来我送你的大礼, 希望你好好享受我将早已编辑好的短信, 发给了父母, 告知他们我要退婚, 让他们先别声张, 再将傅之恒和他的些朋友的联系方式都拉黑, 小刘一脚油门, 车以飞快的速度问机场驶去, 半小时后抵达机场, 顾南亭的四人飞机已经等在那里了, 因为机票买得太晚, 今天中午, 京市飞就金山的机票早就售庆, 其他时段的, 怕有被傅之恒拦回的风险, 毕竟傅家在京市全是滔天, 我买的是从香港出发的飞飞机, 傅之恒在那里的权势也没那么大, 只有私人飞机可以以最快的速度, 带我逃离京市, 临上机前, 我将一份文件带交给小刘, 这是我答应的后半部分资料, 带我向顾总问好, 谢谢他的帮助, 登机时, 只听到外面吵吵闹闹, 说要找什么人, 我押了押帽, 迅速登上飞机, 随着飞机缓缓滑行飞离地面, 看着眼前的白云,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拿出手机, 发现有无数个未接电话和消息, 摄影师是我请的, 和我关系好, 将我离开酒店后, 他拍的现场视频发给了我, 视频中, 傅之恒带着笑容站在台上, 司仪喊出, 有请新娘入场, 等了几分钟, 都没动静, 这个环节, 本来应该是由新娘父亲, 挽着新娘, 一起出现在宴会厅, 将新娘交到新郎手中, 但新娘的身影, 迟迟没有出现, 新娘人呢, 台下的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傅之恒胜着眉头, 一边张望, 一边看表, 要不谁去看看, 正当大家焦躁不安的时候, 陈欢身着一身粉色伴娘服, 出现在众人面前, 陈欢, 月月呢, 傅之恒迫不及待地问她, 陈欢抢过了司仪的话筒, 在登台前, 月月有个视频, 想让大家先看一下, 陈欢拿着遥控器, 摁下开关, 只见身后的大屏幕上播放的, 是傅之恒和宋薇在我们婚房客厅接吻的视频, 他们二人的脸和表情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屏幕, 傅之恒这才反应过来, 朝陈欢大吼, 快关掉, 说着朝他扑过去, 抢夺遥控器, 陈欢一把将遥控器从楼上扔了下去, 音响里传来我的声音, 各位, 很抱歉让你们看笑话了, 我也没想到, 就在我婚礼的前一天, 我的未婚夫复支, 竟然带着女人回我们的婚房鬼混,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她和我结婚, 只不过是为了应付父母, 和遮掩她和宋薇小姐的地下情, 既然你们如此恩爱情深, 我选择退出成全你们, 请你们原地所死, 不要再祸害他人, 这个婚, 我不结了, 傅之恒, 你太脏太恶心, 我不要你了, 画面最后, 映出我枯肿的双眼, 和苍白的脸庞, 我嗓音沙哑, 透着悲伤又绝望, 不是这样的, 月月, 傅之恒脸色惨白, 她离开宴会大厅, 朝着新娘的房间奔过去, 她的随从则手忙脚乱去关屏幕, 镜头一转, 傅之恒来到新娘的房门前, 她疯狂地拍打着门, 月月, 我们好好谈谈, 这里有误会, 可是一遍又一遍, 无人应答, 月月, 你开开门, 听我解释, 直到酒店工作人员拿来了钥匙打开门, 映入众人眼帘的, 是一道身穿婚纱的背影, 月月, 傅之恒伸手去拉人, 只听烹的一声脆响, 新娘倒在地上, 大家才发现这是个假人, 简明月, 你真是好样的, 看着地上的假人, 傅之恒狠狠一脚踹了上去, 她面色铁青, 朝身后的人喊道, 给我去机场, 一定要把简明月给我抓回来, 社交平台上, 有关傅氏和我, 以及宋威的新闻八卦, 铺天盖地, 逃跑的新娘傅之恒宋威, 这三个话题, 高居热榜前三, 傅之恒成了整个京市的笑柄, 快三十岁的人了, 还被她爷爷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 用木棒打了十几棒, 她被打得一身是血, 打完后, 傅之恒还站起来, 当着所有媒体喊话, 请大家帮忙, 找回我的未婚妻简明月, 提供明确的线索者, 奖励一个亿, 把她抓回来的, 奖励十个亿, 一时间媒体哗然, 全网都在寻找一个叫简明月的人, 还好我在来机场的路上, 就将所有社交媒体上的照片视频都设为私密, 我们家只是书香门第, 在网上没什么热度, 网友们也没扒出我过多的隐私, 只有几张我的照片, 傅之恒开出的奖励高得连陈欢都心动, 月月, 要不然, 等你上了飞机, 我把你的线索告诉她, 我也想挣这一个亿, 宋威被傅家人当众赶走, 她名声扫地, 有关她和傅之恒的前情往事也被人扒了出来, 这女的, 我知道, 她专门攀高知, 我们是中学同学, 当时她一边捧着傅之恒, 一边又暗暗勾打江绍安, 傅之恒家里一直没放权, 也不同意, 还把她送出了国, 她就设计了江绍安, 最后代求上位, 她和江绍安结婚一年多就离婚了, 生的孩子江家也没认, 有没有可能, 孩子根本不是江家的, 所以才没认, 那么问题来了, 她生的是谁的娃, 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 我听说她专门去报了名爱培训班, 学成后广撒网, 你以为她现在为什么回国, 她在纽约勾搭有傅之夫, 被当众暴打, 混不下去了, 又回国找傅之恒, 这个冤大头, 这么说, 傅之恒是眼瞎吗, 为什么被她这样一个女人, 要得团团转, 只能说她蠢呗, 也有可能是宋威手段高, 我到香港后, 顺利搭上了去就金山的航班, 我本说都是在加州读的, 本来准备毕业后留在湾区创业, 但是被父母叫回家相亲, 创业的事就耽搁了下来, 现在我终于有时间来做我自己喜欢的事了, 网络上的舆论越演越烈, 听说宋威走在大街上, 都会被人指指点点认出来, 你就是被傅大少爷带回婚房那个, 请问你儿子是谁的, 我们一直很好奇, 我走后, 傅之恒据说没有找宋威, 不知道是傅家给了他压力, 还是别的原因, 他们也没有在一起, 宋威去了一趟傅家, 连门都没进就被赶出去, 他像过街老鼠, 惊是待不下去, 美国回不去, 听说最后只得去了一个华人稀少的小国避风头, 后来傅氏和顾氏争夺京市市中心的一块地, 被顾氏以微弱优势胜出, 顾氏成功拿下地块, 傅之恒因为此事又被家族责罚, 被他爷爷直接下放到子公司历练, 事后顾南婷为了感谢我, 问我想要什么礼物, 我想了想还是谢绝了他的好意, 我知道宋威的老底被揭穿是他在推波助澜, 傅之恒也遭遇滑铁炉, 这两个结果我都很满意, 当时选择和他合作, 是为了逃婚和报复, 现在目的都已达到, 我在南湾区一座小城租了一间办公室, 拉上以前的两个同学, 合伙开了一家智能机器人公司, Nirobar, 这些年我尽量低调, 只和家人以及少数几个朋友联系, 再也没在社交平台上路过面, 三年后, 公司成功在纽交所上市, 上市当日, 我作为公司创始人出现在媒体面前接受了采访, 有心的网友突然发现, Nirobar的老板竟然与三年前那个逃跑的新娘, 简明月长得很像, 第二天一大早, 傅之恒敲开了我家大门, 简明月, 你还真会藏啊! 所以傅大少, 你是想来绑我回去的吗? 我招了一下手, 身后数名机器人蜂拥而至, 以前他在京市一手遮天, 我们家只是在教育界稍微有些人脉, 无法与他们附加抗衡, 让他觉得可以肆意拿单我, 如今我不再惧怕他, 我有了足够的底气, 呵呵, 他自嘲地笑了笑, 面露哀伤, 三年没见, 你还是把我当仇人, 简明月, 我就那么让你憎恨吗? 如果我说, 我这三年, 一直在找你, 一直在想你, 你愿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 他红了眼, 低声哀求我, 他找了我三年的事, 我也知道, 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是他别有用心的利用, 我又如何能原谅他? 是, 我承认, 我一开始, 是想着随便娶一个人, 等生下孩子, 就离婚娶宋威, 但是和你, 从头到尾, 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和你在一起, 我每天都很开心, 娶你也是满心欢喜, 在你之前, 我也相亲过很多次, 甚至有人主动贴上来, 不介意我在外面有人, 我都拒绝了, 因为点都不喜欢, 是我的执念毁了我自己, 也毁了我们的感情, 年少时心心念念, 一直错过, 我以为那是真爱, 直到你离开, 我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 月月, 我现在心里只有你, 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我摇了摇头, 傅之横, 我们回不去了, 你伤害了我, 我也报复了你, 我们俩扯平了, 以后再见面, 就当个点头之交的熟人吧, 我做不到, 对不起, 月月, 我也想忘记你, 可是这三年来, 我没有一天不想你, 说着, 她就过来抱我, 被我身边的机器人挡在身后, 她连我的衣袖都没碰到, 回去吧, 我们没有以后了, 她落真的看着我, 直到我关上家门, 她才黯然离开, 我曾经全心全意爱过她, 至今仍然记得和她在一起时的心动, 她给了我爱情, 也毁了我的爱情, 但我依然相信, 世上还是有真爱, 只是爱情不再是我生活的重心, 我的未来必定美好, 只是没有它, 傅之恒翻外, 宋威是我少年时的执念, 但我们一直错过, 家里长辈大权在握, 始终不同意, 我娶她进门, 有人给我出了个馊主意, 让我随便找一个, 把自己弄成二婚带娃, 到时候我家里人就同意了, 我想也是, 于是开始答应了家里安排的相亲, 但相来相去, 没有一个能让我有靠近的意愿, 我想至少要找一个自己不讨厌的人吧, 毕竟还是要一起生活几年, 就是演戏, 也要挑个合演的, 直到遇到简明月, 她当时刚毕业回国, 身上带着一股书香气, 温婉从容, 气质很干净, 只一眼, 我心里就认走, 就是她了, 事事告诉我, 真的没选错人, 她情绪稳定, 真的很好骗, 我说什么她都信, 和她相处很轻松, 说真的, 我很喜欢和她相处, 有时候我也会想, 如果没有宋威的话, 就和简明月在一起算了, 只可惜, 宋威早就占据了我的心, 再也容不下别人, 虽然有点愧疚, 但我想以后多给她一点钱, 总能摆平的, 她在我手中翻不起什么浪来, 结婚前一天, 宋威回国, 她说想去看看我的婚房, 我同意了, 我们在房内热烈接吻, 可我脑子里浮现的一直是简明月的脸, 我也说不清当时的感受, 心里很不安, 吻到一半, 我停了下来, 找了个借口, 送走了宋威母子, 那天晚上, 我想了一夜, 心里说不出的慌乱, 辗转反侧, 睁着眼睛到天亮, 在婚车上, 简明月问了我一句, 傅之恒, 你是真心想娶我吗? 她的神色很认真, 我莫名地感到心虚, 但还是坚定递点了点头, 对于娶她这件事, 我从来没有排斥过, 离婚礼仪式越近, 我越感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可是看到简明月的神色, 好像又完全正常, 直到新娘入场环节, 她迟迟没有出现, 她逃婚了, 那时我彻底慌了, 我发疯音响找回她, 可是一无所获, 回到婚房, 才发现她的个人物品早就搬空了, 我的心像是也跟着空了一大块, 没有她的房子就像牢笼, 我调查了她最近几天的活动轨迹, 发现在我给朋友在会所接风的那天, 她来过会所, 但没有出现在我面前, 那天朋友们好奇我为什么会突然同意娶别人, 毕竟她们都见证我和宋薇的感情, 我也说不出是什么心理, 也许是嘴匠, 不肯认输, 我说了很多伤害简明月的话, 其实说完, 我心里就很不舒服, 那时, 我还没意识到, 我早就爱上她了, 她也一定是听到了我和几个哥们的谈话, 才走得那样坚决, 我想马上找到她, 跟她解释, 求她原谅, 我甚至宁愿她骂我一顿, 找人打我一顿, 而不是默默地消失在我的世界, 她走得很决绝, 家里什么都没留下, 我到处寻找她的痕迹, 终于在后花园找到一大片花谱, 房子都是她亲手打理的, 她在后花园种了很多花, 因为时间短, 大部分只是幼苗, 我每天小心翼翼地照料这些花草, 幻想着她回来时, 我们可以一起在花园赏月档花的场景, 可是一直到所有的花都开了, 我还是没能找回她, 是我亲手弄丢了她, 宋威后来也联系过我几次, 可是我的心在也没有一丝波澜, 无爱无恨, 只是让助手打发了她, 年少时的执念终于像风一样散去, 再次得到简明月的消息, 是在几年后, 那时候她已是上市公司的老板, 我还是去找了她, 希望她能给我一次机会, 她平静地看着我, 再也不是那个满眼是我的姑娘, 她亲口告诉我,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只能在媒体上默默关注她, 她过得很好, 一生都很精彩, 只是不再有我,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